你好 今天我会跟你讲解三样东西 这次没有放两个字四个字 首先是会讲解是怎样从菩萨网上寻找资料 这个是在我五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那时我都不大记得要在哪里 不过之后再找回去的话 因为我本身是有做记录 我没有去记在脑那边 所以一些东西真的是不知道 知道我开回我的东西 那些记录那边才知道我放在哪里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着股市残酷的一面 这个东西是你还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这个 当你可以承受这个时候 你才进来股市 不然的话会蛮危险一些 这个就是所说 你的城市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话 你去到那个阶段会害了你 这个意思一样 ok 接下来我会跟你讲一个个股的分析 ok 从基本分析跟技术分析那边看 ok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布莎马来西亚 ok 首先如果好像你是完全没有的话 你可以去Google那边 ok 比如说这是Google 你首先要打的就是布莎马来西亚 ok 按的时候你看到 www www.busa-malaysia.com ok你按下去 等一下先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找资料哦 ok 关于那些很基本的东西 这个是今天6月1号的走事爱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哦 会很难的 是 只是 去security 我们看到这个trading这边按下去 这里有分蛮多的东西一下 有 第一个就是 trading section的时候是 ok trading section就是有分的 就是你看一下是第一个section的时候和第二个section就是 我们有放早市跟下午就是上班跟下班 很多人就是这样讲的 ok preopening就是他在开始的时候这里就是排队的 8点半可以开始排队 然后9点才开始交易 然后他的收市是12点半下午中午12点半 ok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第二下半场的时候呢 ok他开始是2点 然后真正可以交易的是2点半 ok 也就是2点你可以排排一下之前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摆布啊真是2点还开始开 开始让你排了 ok 然后pre closing就是后尾零尾盆的时候 4点45分的时候是 我们就排开始排价买卖了 然后这里closing4点50 就是只能把他mash到就是就是他排到最最接近那个价钱 比如说一块的话是他收市的话就是一块 然后在那边我们只能一块来进行买卖 不能买一块零一 或是九分 九毛九来买进买出量 如果是一块来看的话 ok trading at last 就是之后这里就是啊后面剩下了十分钟的时候 十分钟就是刚才有讲的东西哦 ok 然后还有我们要追看的就是还有这里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2016 holiday calendar我们按下去的时候是 没看一下哦这里就是布萨马来西亚的Holiday calendar哦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已经换掉了 这里是换去corporate 你看到吗刚才那个是market 待会按去back回去那边的 首先我们来看有多少天的那个啊休息天啊 现在我们也是六月了吗 六月的话你看 king birthday这个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因为是拜六啊拜六没有交易了 我们交易的只有是拜一跟拜五 反而是六月二十二号就有 六月二十二号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里 ok 他是啊那个回交回交的双关的 所以这个不是布萨马来西亚就是会停止交易了 ok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那六月啊 啊七月六号跟七号啊 这个是拜四拜三拜四 这里是half day trading closure啊 这里是Holy Raya Browser 所以基本上这里也是会有啊停止那个交易的 ok 然后啊国庆乐八月三十一号 十啊九月十二号哈基杰 然后十六号马来西亚呢 ok 这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一二三四五六 七 这个没有也是没有 七 不得了不不啊吗 还有七天只是七天是没有其他是没有什么影响到的 这就是啊我们看得到哪一哪一天是停止交易了 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 ok 为什么今天没有事 是应该没有按这个进去 ok trading 这边 security 再会再会讲这边 按security 这里trading 这边还要进来这里 按trading section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 先看一下trading procedures 这个开始的时候 ok 这里开始是engaged remiser 这里match order 这些基本上是不用这样啊 这样重要不大重要对我来讲了 ok trading hoard这方面也是没有这样重要 trading cost 这个会比较重要一点 trading cost 基本上我们会看一下 broker blockage commission free 你看这还是不同的 ok online routed routed trade fully negotiable ok pay by cash upfront ok 这些东西还蛮蛮蛮有 minimum commission maximum commission ok 这你有讲的 direct business transaction abset for direct business transaction provider at item abc1 c2 below minimum fixed commission ok 这个是啊好像是债券之类的 这个是etl之类的 除了这两个就是债券跟etl 我这个这应该是政府债券之类的之类的东西 ok 在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咯 他都啊有 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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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就是他的那个brok 啊 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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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ission 这个我们基本上是blockage fee stamp duty方面你看下啊 这里是有capping的 是一千块 ok 也不是 capping maximum the stamp duty shall be remitted to the maximum 200 200块 也就是哦 一千块是一块嘛 一千零一就是两块嘛 两千块还是两块是 那记得啊 一千零点零零零零一 就是两块的 ok 他是以每一个一千位的单位为准 一块钱 如果是两百块的话 就是这里是两百千 或者是以上的话 他就是两百块了 所以看到成本是 蛮不公平一下 stamp duty是没有 没有被筹gst的 因为这是给政府的 ok curing fee 你可以看一下curing fee 就是0.34 他对 zombie 是 他对不起 他对不起 就是 也就是说 每个交易到最多就是他说一千块 也就说 ok 一千 除 0.03 再除100 为什么除100 因为他就是%率 也不是%率 是乘 一百 也就是这个这个数字的时候是到达这个数目的时候是 ok 乘0.03除100就是1000块了 ok刚才再讲回去的就是 也就是说我以这0.03%是最高是收到1000块 在哪一个数目之下就是我交易我的总共的买卖股票啊 没有算去那些只是卖进比如说一块钱的股票 到多少时候是我最多才抽1000块 也就是说ok1000块是除0.03 28%是需要乘100% ok所以这边就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也就是我交易到330多万这样啊 就这个数目来就是ok到2467就是1234567 到这个数目就是整整数来讲的话是呢 我就是1000块了 ok有的就是说你交易费用啊 当天一个股的时候是到300多万的时候是 ok你的交易费用 ok就是capture1000块 这个caring fee 然后这里也是200块 然后pocket fee 方面也是有扣 因为这个是已经是7位数了 当你达到6位数的时候是交易还会有 不能会更加更加低 但达到7位数的时候是你的交易那个他的抽的那pocket fee 会更加低 除了这个go and service tax那边的话会跟着这个 这个1000再加你的那个pocket fee那边 乘起来乘0.06 但是这边会更加低 你买这个跟你买少过比如说是几十万的啦 他成本很大分别的 所以就是这里有一个公平的中息啦 就是股市很残酷的一面啦 等下我们会再仔细的看下这个东西 ok 看了这个就是contract transaction那边再看下这里 ok 这里基本上是有也是有不同的东西啦 ok 一些东西现在有一些户口 当你亏钱的话是 你是不用啊付那个啊 pocket fee 的有这样的交易户口蛮不错的 botlock 方面 ok 基本上是 它Nomely trading in SPACIAL 我们要够 call botlock of hundred units And less than botlock are called special lock Odd locks ok 也就是说这个Bot lock呢就是 Elock 1lock就是100股啦 可以少个100股呢我们就叫它Odd lock ok order type 方面再看一下先 order type那边 你看 Remit order market order market to limit 这些基本上我们是没有看到这样这么多啦 这里有讲完这些东西蛮多很多基本上哦 可以跟你讲我们没用到这么多 这些东西你可以去探讨一下慢慢的去了解 不用紧的 然后minimum bit这个才是那时我忘记跟他们讲的 也就是说这里我们看的是dick size security trader 这个哦 这里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股票 股票方面哦就是那share share那边有分二公司股票了 ok 少过一块的一个bit就是0.5cent 这个是cent啊也就是他上升一bit的话就是0.005 ok 然后10块到99.98 他就是2cent ok 100块以上的就是一脚 这里就是他的那个lock size那边 你看他们那边一个bit那边就是这个意思了 ok 然后这里也是会有讲的你看etf啊 刚才这里也有讲的 etf或者是bonus equity 也要是你看一下 ok any price啊 0.1 ok equity based etf啊 x.1块就是0.1 很低 你看他的cent size 是蛮便宜一下这个原因啊 1块到啊 2块9脚9毛半就是0.5 3块钱以上的才是1块 ok forborn depention loan security varrance and covenants the minimumbit size 就是这些债券啊 ok这个也是在债券 depentions也是在债券来的 不是他的不同的 那啊请那个情势 论security就是公啊 也是也是万数债券了 ok他有三个名称 但是他们的定义在英文那边不同了 ok warrant 公司平坦跟call warrants 这里就应该放索策 我们比较正确一点了 是跟着这个的 其他方面我们是没有看这样子 好像是些基本上是 啊 我们没有这样注意其他的 ok 讲到这边 有一个一个opening price 哦 基本上这个也是不大重要了 ok 这些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还有这两个scape breaker 这个跟这个is 也就是regulator short selling 最新的那些名单哦 ok 全部会在这边 最新一次更改的就是 啊 2016 1月22号 ok 这里我们就是最新的咯 ok pusha iis approve security 我们可以按这个是这个 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open 你可以看一下咯 这里就是讲哦 你看这里是一哦 ok ok 也是7-11是开始有在被录里面的 也就是你有242件公司的 ok 然后我们如果要看是一样的哦 这里跟你讲 这也是一样的看到吗 ok 这个是pdf file 然后还会跟你讲哦 你正经也是242 他会跟你讲 最新加进的跟什么 这个上面这个直接是给你这个excel 给你看咯 ok 然后 如果是这个list的话 他会跟你讲解蛮多了 ok 就是会被加进去他的那个 可以卖空的哦 你看一下哦 ecoin bike haria 这些啊 one capital 高万富也是有重啊 加刚刚加进去的 black trump merasia 这个会怎么跌到这样厉害 现在你明白了 那意思了 在1月22号的时候 他们就啊 加进可以卖空 所以他们下跌也是有赚钱的 所以那边也是加进了14只股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哦 exclusion list 就是被排除出外面的 这个 alliance malaysia bohat 就是被排出外面了 angel 方面 所以这里他们不能卖空了 这个还好 所以他们只能做那些波段操作 DM 所以你看下这些是蛮不错 可以就是他们不能卖空 基本上下跌空间有限了哦 ok 华阳也是被排除去 这个之前被卖啊 现在已经是炒过 过了过了那趋势了 这里有20只股被排除 belly side也是被排除掉 ok 油气股那边 ok这里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新的东西哦 这这边就是最新的名单来的 ok 看了这个之后 那么我们还看的 circuitbreaker 所谓的circuitbreaker 就是那个 隆断制度 ok 所以你还要跟你讲啊 what iscircuitbreaker oh circuitbreaker is market-wide approach to managing downward movement of the parameter intex by halting trading temporary in the entire market during normal trading hours to which time information is dis seminated to all market participants 也就是说 当他started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会啊 就是停止那个交易了 ok 这里跟你讲了 就是讲这里 我跟你讲 trigger level有三个 也就是说 for 就是fbm 就是我们指数啊 第10%是 但是找过15% 还停止一个小时 ok 也就是在这里啊 from 这里9点到11点到15分 就是他会停止 res of 然后一个小时 或者是这里 在2点半到3点半之间啊 就停在这里 for by 这个多个15% 但是少个20%的话是 也是停止 ok 不过这里是res of trading hours ok 也是一个小时 最够的就是跌超个20%哦 比起昨天呢 比如说他今天是1620%就是320点 ok 也就是1600点哦 减掉320点20%啊 ok 也就是他跌到1280的话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是320点的话哦 他就会停完整点 ok res of the trading days 就是在9点到什么的时候啊 他就会停完咯 这个是蛮重要的 ok 他只是给那个啊 那个叫我们所谓的交易所啊 冷静一下 你看像有很多的啦 也就是15 4%冷静了 就是 他还在跌了 ok 看一下他跌到多少 超过20%的话 我在下半场直接停止交易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其他东西就没有这么重要了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看一下咯 ok 这里也是给你看一下什么是 Security listed 那还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开大来看一下我 stock code stock type 就写但是暂时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 ok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 ok ISIN number 还有给你看大VALUE 还有算买WARREN啊什么之类的 什么之类的 GOO 应该是股票 ok C 这个是 啊 那个我们所谓的 平单 EA 就是 啊 那个所谓的 你看 Bond index fund ABF 刚才我已经讲了嘛 摘捐之类的嘛 WA 就是公司平单 LA也是摘捐来的 OK C E 方面 这个也是平啊 应该是OO 大概是这样 OK 这东西也没有这么大重要 要了要了解是不用紧的 然后除了这方面哦 当初我有讲过的就是如果你要学习那些关于平单的东西的话是 我们可以看的东西就是 就是 嗯 让我找了一下子没有记错 应该是在这里附近 OK Option Calculator 在哪里 Divative 他应该是在这里 确定 嗯 奇怪 嗯 会用一些时间来找一下先 哇找到了Option pricing Calculator OK Under Divative Education Option pricing Calculator 是都蛮复杂的 在这边这个是免费的工具来的 蛮不错的 要学习相关的平台方面就是这里 这些东西 不知道这些 啊 基本上我们没有用到这么多 连什么Delta这些东西啊 都跟你讲了 那些 OK 这些value哦 OK 在这边哦 我还那时还欠啊 之前5月29号的人的那些上来上我 我的分享位的一个交代 关于那个所谓的 CMP的东西呢 那是我们看哦 在这里C34是它是给这样的 这个是很烂也是非常不完整的一个 啊 Termship来的 真正的Termship应该是要这样 所以它再补过一个 OK 这边可以跟你讲到很仔细的 很多东西可以看 这里是你看一下15页 所以你看一下它是会比起刚才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真的是1页啊 好像这个啊 这个就不大对于最近 这个基本上和那个 我们所谓的那个 profile warrence 一模一样 那边都可以找到 OK Colorboots Dip 那些有跟你讲很清楚了 怎样的东西 什么那些Terms啊 Terminologies 就是 它每一个东西的 C点了 OK 蛮多东西的 OK 这里才是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Co-warrence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上一块还是怎样 你定价来拿到这些多少 怎样去算他们有啦 Exercise ratio就是三个扣完 换一个 母股 这也就是我们很关键的东西啦 OK 这里就是啊 房城市 closing price again 它也是有讲啊 subject to any agency maybe that is review OK 5 market days 5天的交易率 这里啊 closing price啊 它就是备算这个 如果还没有是用这个 V-work的话 是他最后一天给人家炒上来是蛮不公平啊 通常都是五天的那个交易热啊 他的那个V-work V-work是什么 你回去可以去看一下 有上个我的分享会的或者是日文课 或者是上完整课程报名的话 这个我已经是讲了很多次了 所以他们大概啊都知道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是你也是可以去 他倒入这个特朗讯来看一下是什么来的 OK 最重要的哦 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imprice volatilities OK delta 65.68% gearing这里 effective gearing也是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算那个关键点的 OK 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哦 就比较可怜了 we have not performed any investigation or review of AH 这里先是reflective factors啊 ok i think 这里什么adjustment i literally 什么东西啊 很多一个你讲一大堆废话 OK break evens啊 这些analysis啊 他也是有在教你怎样算的看到吗 break even rexercise ok market makings啊 这些东西 the minimum present the minimum present on each day debt pussas get open for trading in cold warrants 70% of the trading hours 也就是说9点到12点半哦 还有就是2点半到5点哦 他只有70%的 所以你正点要了解 通账的是9点15分开始交易 然后12点15分收停收益 下午下半斩是2点45到4点45 ok 所以他就符合去10% 然后这是maximal spread哦 也是25bit哦 也就是说比如说啊 大航性啊 大航性啊 这个是我们先看哦 他回去看这个 ah3 c34哦 没记错 应该有放 我没有在这边 我要再开过 不用紧我回去啊 这里是第12月是吗 我再回去这边 我去找啊 那个相关的东西 那我要知道的那个转换价是 他转换叫哦 这里 exercise price 2块钱 ok 2块钱 我们先看一下C34是什么价位啊 34 C34目前的收市是0.23 ok 0.23乘3哦 先要开多一个计算机先 这是0.23 ok 0.23乘3哦 加2 2.2.69 ok 这里是2.69 要记得这里他的 他现在这个是 也就是说哦 我以这个2 2.3买进化 他的那个啊 AHS 那的内在价值是这么多 从这边来看一下哦 刚才我们回去12月的时候 那给你讲解 一样要注意的就是 很多人会忽略的这个25bit 所以的25bit哦 我在开过另外一个计算机 ok 这里 23线是啊 这25bit是 他25bit 这个比较有2.3 如果是2.3 来算的话 你要记得这个是少过1块 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 布萨 website 一个bit 一个bit 这里的就是bit 25 乘 点 005 ok 就是哦 他最多可以上升到这么多 也就是说要上升这么多 就是0.125 或者是以上啦 比如说是0.13哦 ok 0.125是他最多可以上升的 也就是说 0.23加 0.125的时候是 就是0.355 这个就是他不能再上升的原点了 如果要知道这个价位的话 是我需要乘 嗯 3 ok 也就是说 他的母股是突然间大爆发 增长0.38的话是30%了 那么 我就有机会达到这个 如果他是一天里面升4毛钱的话呢 那么 他还是升最多是25bit 他下跌同时哦 也是 25bit ok 也是叫 这里0.125哦 ok 再 减掉0.125 一天我们就会亏掉这么多 剩下这样多 ok 这里就是0.15是除0.23哦 看%率来讲是54%会不减掉 这个就是我们要衡量他的风险 很多人不会去看这些东西 不会去了解 所以他们亏到不明不白 好像那些股市 啊 他 就是跌20%的话 哇 我可以跟你讲啊 我们这里就大概是跌这么多了 剩下我们看到那个是 0.125啊 乘3哦 也是讲 AASIA AASIA 他价钱是 现在是 0.2.32 OK 加2.32哦 你不是加 这里先 375哦 不好意思 2.32 他增长 他增长 就是说 从2.32增长到 啊 增长这么多 这个增增长的时候啊 OK 他才16% 最高可以上升30 啊 38 30%啊 就是2.32哦 乘1.3啊 就是看他生长了多少 就3块3.02 3.02哦 3.02哦 3.02 我们这里最多还是 加1.125 所以要真正丢的时候哦 我们就需要 或许需要 但是我们最多的 就是这么多 OK 所以这里要清楚知道的 这里是 10 BOX 10BOX 10BOX 就是他可以排 只是10LOX而已 OK hish of the two-sided 这个就是啊 他排盆的时候哦 buy那边 slot sell那边是slot 他已经有credit了的 OK Further issues 这边有蛮多东西 可以看那边 那些东西 就是很多人 没有去花时间 去了解这个 了解这个 会帮助你很多 好像net issue and market makers 当有问题的时候 是好像他没有在排盆 给丢票的时候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跟他们讲的 OK 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在哪里 这个就是 他我们要强调的那个 Termship的重要性了 OK 等下完了这个 你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讲到 蛮多一下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下来看的 就是股市残酷的一面哦 股市残酷的一面呢 我们就这个要先关掉哈 股市残酷的一面哦 事实上真的是蛮残酷一下 在股市方面哦 会分 你当你卖进一只股的时候 会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很喜欢的 赚钱 第二种情况就是 扯平 就是不亏不赚看起来的 OK 第三种情况就是 亏钱 OK 在这三种情况 我放大哈鲜 在这三种情况哦 我们只有 这个才会赚钱 也就是说 我放红色哦 其他这两个都是亏钱的 我正确来讲要改改 这个应该要放蓝色 放好一点的蓝色 放好一点的蓝色 在这个情况我们才 可以讲是 亏钱 亏到蛮够力 这里我放大一点 放的话 看到不达清楚 OK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给赚钱 OK 就是当他上升的时候 我们在赚钱了 比如说 你买进股票是一块钱 这是卖进的时候啊 卖出 买进卖出啊 这里我再调整他为16 OK 你是买一块钱 这里我再放小数点 那是一块钱啊 一笔的话是 一笔就是大概 一分呢 OK 基本上是没有分别的 卖出的话哦 我卖出 比如说我卖 一一零啦 OK 这个哦 扯平哦 一块钱哦 卖出一块钱哦 或者一块零一啊 或也是会亏钱看 也是要看我们的那个交易费 那个数量啊 卖出嘛 那个量啊 就是我们卖进多少 卖进多少 卖进多少 股数 这里就是股数 比如说这里是一千股 这里也是一千股 这里也是一千股 这也是一千股 OK 这里我先调整一下先 换去十六 然后亏钱很肯定的就是一块钱卖出 0.995 5 卖出 正要放三个小数点才可以 因为 因为这个最低它是三个三个并 不是三个小数点 OK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这样看的时候 这个当然也不一定是全部是对的 我们还看他股数 你股数卖的多时候 你我们还有一个叫 那个成本价 OK 所以成本价哦 OK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这里我们看了 我们卖出啊 这里啊 这两次 卖出卖进了 OK 正要加一个东西先 这里先 我先minimize了哈 OK 如果是一千股的话 是也就是说这个 乘 这个 也就是一千块了 OK 这里就是 这里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这样做 bubble click它 它就可以帮我算出来 这里我们好像是说我们的那个 啊 不是我们所给的东西吗 这个好像是那个叫做 不是成本价这个啊 叫做原 啊 还没有计算 还没有计算那个成把其他的那些 啊交易费用的那些成本价原先成本价可以先 成本 OK 这个是卖进的时候我们要付一千啊 实际上不是一千这么简单的我们看一下真正的成本哦 我们还有算的就是蛮多一下的比如说哦 这是蛮简单的 OK 第一个 要算的就是哦 我们要先看的就是 Blockage fee OK 然后Stamp Duty StampDuty也放去 不要后 这是Current fee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GST的问题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我这里要放小一点哦 那的话我们看不到 OK 这里我先拿掉它先 给它看到比较简单一点 OK 在这样的情况哦 Blockage fee 这个意思也是要看我们的最低的是什么多什么情况之下 像这样的哦 OK 一千块哦 乘 看你是0.1%还是什么 OK 放 这里是1块钱哦 0.1% 就是1块钱哦 于它是 也有最低收费的啦 OK 这个是因为是低过它的那个比如说最低收费是8块钱 OK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哦 OK 我们可以做一样东西 就是 用这个东西 Program就是 GIF 这个 这个 低过 8块钱 那么 它就会收8块 这个 我们抄这个方程式 OK 关掉哈 这个就是IF ELSE的东西 OK 那么这里就是8块钱哦 这里我当然也可以拿下去 同样的也是8块钱 然后Caring fee方面哦 Caring fee它是没有最低价位的 也就是说哦 一千块 乘以 0.03% 就是30Cent OK 那么这里也是30Cent GSD方面哦 会比较 比较有点复杂 就是这个 加这个 再乘 6% 0.498 Stand beauty方面 这里很明显是一千块嘛 所以全部是一块钱而已 OK 在这里我们真正的要付出了成本哦 OK 成真的成本叫哦 是 这个一千块 加 我会用这个sum 这个方程式 sum 然后从这边 加起来 OK 这里我还要做一样东西 就是routing route up 这里哦 我会用route route up number digits哦 ok 这里我会放 因为 我要是两个小数点而已 所以这里哦 它会变成 不好意思啊 刚才如果放3的话还是 0.79 80啊 如果变成两个小数点 它进位数就是8毛钱了 ok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我们真正付出的成本是这么多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块钱卖进一个股 在买买进大概是一千股的话是 买进一千股的啊 一块钱 不懂什么股都好 我们需要付出这么多钱 ok 当然这个也是你的成败啊 小那个怎么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part 哦 ok 我换为更好的东西 就是用static formula 也是按这里 ok 12的时候是我可以按 找一个money side 再找一个money side 这个part 我要换同样的东西 那么我在这里 我只要改这个就可以了 这里这个哦 ok 放最低交易费用 ok 所以这个最低交易费用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8块钱 当然这里我们可以放12块的话 他也是立刻会变的 这里就是我啊 顺便给你看一下怎样制作 那个excel的问题的 ok 如果你要知道这些更多的话 当然你直接啊 拜访我跟我学习会比较快 ok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成本哦 这里才是重点啊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这里我再做出哦 卖出的时候 卖出也是一样 卖出哦 我同样的也是要加4个 也就是说 这4个东西我都要放进去 ok caring fee send duty gst哦 那么这里我要做的改变哦 就是我还是照朝这个方程式 我会改一点点东西就是 这个我已经是用啊 对用这个对了 ok 这里还是8块钱 这个对了 这个 这个也对了 这个目前为止已经是不是一块钱了啊 这是两块啊 这是一块这是一块啊 ok 为什么两块因为是1100啊 ok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再拿下去 这里哦 我们卖出的收拾 也放成本价好 对了不要弄到你啊 空脑的话是 这里我会放 这个浅蓝 我们要关注的是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价位 在这个价位我会放 另外一个颜色 比如说是 ok 在这样的情况哦 这个我们已经是 不是假 我们是用来减 ok 同样的我也是可以抄这个 这个方程式 但是这里我要改的就是哦 这已经不是D 这里是 K A 然后 不是E4开始 是L L到 O OK OK 这里已经计算了就是 不是假啊 这里我们是要用来减 OK 要更改一下 也就是说你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分别好了 OK OK 然后我 这东西为了方便是 为了方便看到比较清楚哦 我要把它隐藏起来先 OK OK 这里我们已经是不再看成本价了 我们看赚负啊 转货亏 在这里呢 亏呢我会放一个挂壶啦 ok在这样的情况我们给看一下这里哦 这个 剪掉这个 这你要改大一点先 还是小数 ok 然后我再拿下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分别在哪里 也就是说你一块钱卖进哦 ok 一块钱卖进是一块钱卖出啊 你是亏这么多 如果是你买一千股的话 你要买更多他可以亏到更多了 ok 真有吗 我也是可以更改的 你看下我 因为我这里哦 我需要加到一个零哦 他会立刻啊改善哦 ok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分别在哪里哦 当然这里 我就没有必要做这些东西了 这个我可以拿唱 再拿唱 你也拿唱一点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你可以看一下哦 扯平哦 这样没有错啊 你一块钱卖进一块钱卖出哦 你还是可以一点点钱啊 ok 你越卖越多的话 你就可以到更加多了 就是这么简单哦 当然如果你这里哦 刚才我讲的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因为这里还有一些东西还没计算的 比如说要caring fee 我没有放他的那个 maximum cap啊 ok 还那个什么东西 有那些方程式还没有考虑进去啊 这个我只是做最简单的给你看 ok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下啊 这里哦 亏钱的话肯定是亏了咯 这个也就是说 当我们进入股市的时候是 我们只有三分之一的胜算 也就是增长的时候股价增长 我们才有钱赚 再不然就是 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啊 股息来的应该是 那回来给我们哦 基本上我们只有拿一点钱啊 在股息有回来的时候啊 这个情况扯平一下哦 股价一块钱卖进卖出也是一块 我们还是会有赚 比如说我们已经拿了五十块的股息的话 是五十块的股息 再扣除这个十九块点五五毛九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赚大概是三十块的钱了 ok 所以这两个情况我们要清楚知道 你要用怎样的策略去改变 把这些全部提升到连这个扯平的情况之下 同样的股价卖进卖出 你还是赚钱 要怎样做呢 有很多方法 扯平的情况下 通常我们可以做的是 做着波段操作或者是拿股息 ok 创击方面就是很简单哦 最简单是 买在低点卖在高点的 buy low消害 亏欠方式就是很简单 我们做相反的 ok 要了解这个东西 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 然后不断的去吸收 还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下 ok 这里我们就看到不是残酷的一面了 这里我会 因为我是一步一步这样给做出来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是怎样的 ok 怎样去计算这些东西 然后讲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个股分析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讲了整五十分钟 使用你们啊不会介意的话 我们就啊再继续办的话 你可以停止 然后再再继续回也是不用请的 在个股分析方面哦 个股分析之前有人讨论过的一个 就是我看了没有到他的 financial result ok 没有去做是industry的band drp highcom 哦有道路了很好 press release 没有什么分别的 press release 我讲是那些写好像广告之类的 ok 在这样情况之下哦 我们知道这间公司是亏钱最新一级 来看一下哦 哇 revenue大跌是很糟糕的事哦 revenue跌 ok 在开始的时候就不用看了 revenue跌的时候 他的这个cost of sales and operating expenses 还是这样高 蛮高一下的你看 虽然只是少八百万啊 但是也是蛮高的 没有相对的减少像这个 other income方面也是减的一半 这里是很抬债了啊 然后other expenses 你看 这里看的时候就大概知道这些公司都不大对劲了 算了在他的他的那业务是多元化了 ok loss 所以你看那边loss profit for operations啊 这边已经是看到还是亏了 financial cost 那边又在亏了亏损 share of results of associated companies net of tax 这个在他的子公司那边又在亏钱了 子公司方面就很多 所以看进那边tax actions啊 扣税的时候 就是把税前盈利 profit before tax action or loss了 这不是盈利了 ok 税前损啊 叫做亏损 税后亏损更加多 不用看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已经是 最好是 最好是不要碰 或者是他股价是 事先反应了 我们要先看一下了 ok 这里就是他的 啊 收益表 就是income statement 资产啊 负债表方面 我们再看一下哦 property方面是有增长 很好 consection accept 这个consection accept 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 通常我们可以去 最好的东西就是 看到这个investpedia 是蛮不错的一个website来的 有时要知道华语的话 是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 google translate 等一下 然后换去英文 特许权资产 有一个sang group of compensation in a group of one underwriting agreement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is based on the underwriting sprea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the public pays for the securities and what the issuing company receive from the sale include in the underwriting spread is the management fee saring conception and underwriting 一大堆东西都不能 慢慢 但是不大重要 对我们来讲 ok 是减少了 有正常是investment property 跟land health property development 那边 基本上资产是有增加intangible asset 这方面是最不能信性的 因为intangible是那种 我们看不到的资产来的 ok好像是些名望之类的 所以这个不排除会灌水一下看到 investment security finance asset ok loss 这里banking还好 banking那边赚钱 ok 这里先减少了 基本上你看下哦 是增长了一点点 现有债务方面是减少 ok 你减少的是inventory 也就是存货方面减少了 这里还算是好事 然后这个减少不大是好事了这个 这里是蛮大一下 你看这三个零哦 这是百万千万一一十亿 这里是四十亿啊 这四十亿 这里就是85亿 5亿 ok 他的债务那边都蛮高一下的债务 也就是dr.lipity哦 你看下债务 债务比例上的是很高的 我们可以送来出啊 33亿的债务 33539 060 出 42042 349 乘100 刚才就最近80% 超过就是蛮多负债 这里是蛮不健康的 ok 这个不能投投资 投资就可以 用技术方面那边看开始的亏损 ok 到后也时候 还是亏损 不过没有亏到这样够力 啊这上面哇 有什么东东来的 也是亏到蛮够力 看下 从 三个零哦 百千 一百万千万八亿多啊 亏损到变成 还亏损九千八百万的 ok investing investing activities 哇还买啊 你看下这里 亏损还要够多投资方面 都不懂啊搞什么都已经扣了亏损了吗 ok 这点就不太喜欢他的 investing 看到好像是什么 事实上还是有卖出一些资产 刚才是有卖出一些资产才有这样 你看 你看那哦 proceed from dispositor 这里就有有赚钱了 而且亏钱丢掉他也亏钱 然后这里proceed from bank borrowing啊 你看下 快有 到后来还是负面的 来这边就慢慢吃掉你的我们啊 你的当资金 ok 你可以看一下哦 在今年年头的时候 ok 是这么多的 然后就可以到这么多了 够立一下这个公司 偶尾是剩下这么多的那个资金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他讲什么东西啦 有债券了 segmental information 什么automotive services property asset and construction investing holding 十分四个 ok 这里 2016的是这样 我够立一下呢 最多就是在那些汽车宽相关的东西 这里是 百万千万 97亿 看有没有跌 没有讲了 就是2016吧 没有跟你讲是跟比起2015的 这里也就是不大很好啊 因为他没有跟你比较一下 所以我们有时要回去看之前的 然后再记录这个公司真的是不大值得看 好多之后就觉得哇 越来越不对劲 ok 然后我们就看啊所谓的review of performance啊 剩下也剩下八页 ok这里有比较了 你 看下我 先讲三个月了 这里就可以损了很多了 ok 就是 三页对三页哦 你看下这边 automotive那边已经减少了这 百千 六亿多 六亿了 哇很够利 然后 service那边有增长 这个有增长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automotive那边是亏损了 你看 a ticket of 80% still to lower sales of motor vehicle by automotive companies 就是他的 那些相关啊 drb 还高 没有记错有 honda proton啊 就是消送量没有这样好 啦 pervious year the automatic sector by lower sales volume mainly due to instanc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challenging automotive operating landscape in treating tight lending condition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 这里也是有整理讲啊 有一个给你一个信息就是银行收水后了 就是借贷款方面啊 贷款啊 买卖金买车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不像以前这么容易 所以那边就搞到他们要赢 一些啊 比较难贷款到 所以这里就不太好了 was made due to the essence of the ancient business svices 这里还有跟你讲 ok svices sectors was made due to the absence of revenue from the ancient business from the disposal of the ancient business unique asia general 这里 这里他就是讲unique asia general insurance啊 这里他就是讲unique asia general insurance啊 ok 在7月2014的时候他就卖卖掉了 ksc sectors也是 基本上全部都跌到那边 然后 啊 vormir attributes of breakup promise of the poor automatic business especially 他就跟你讲 he injured a major loss 也就是说这个 proton就是这个国产车啊 是 是 啊 最主要的原因啊 this are due to lower sales of motor vehicle needs itimitation 这个也是 啊 volatility in following accident rate 你也是讲是废话 基本上你我都知道 波动公司是怎样的公司 还是 现在已经跟你讲 最主要的是 波动是搞到他们跌 ok 这里有给你讲 跌 现在有没有 修行公 我记得 我看 这 是 这 是 这 是 15亿的金融赞助 政府 政府 真的是 烂你 富不上边 那我来富不上吧 tap into the demand of the logistic sector due to the rapid growth of e-commerce the group have initiated the integration of its personal and logistic services with the proposed injection of KLF service group into post-Malaysia Berhad 别说是 challenging 第一句话 讲完 这个波动 不改善 都不能 如果我们 有人看到波动的 那个公司的财报的话 那么就可以知道更加多了 ok 大致上 我们看的最主要东西 我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不是一个抗头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那个业绩方面 哦 哇 亏钱还给钱 哼 亏钱还给你 给你股息 根本都 不大 不大好了 这里 ok 看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看他的走势 DHBHICOM 哦 不过这里有一个奇迹 就是看到这里我们叫做称之为的叫做 Bullish Engulfing 因为这个羊竹吞掉这个银竹 完全这个银竹生理在里面 很可惜这个量不够多 外面也要小心 你看一下这里 拉伸 ok 这里开始 再拉伸的时候自己亮进来了 ok 再拉伸自己出票 然后这边去炒 炒下去 这里大半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了 你看一下这里 这么美的图 一路下跌了 就是说我 我现在掉这么低了 我要掉这么低的话 我们就要看他的那个 这个 从这里哦 跌到 73% 滑电满够力一下 从这边 开始算的话 这边是去年同一季的时候 我们算这里好了 6月 都下跌了60 60多巴仙 这个基本上差不多是到底了 可以讲是 可以拨一下 因为他的他的价位是蛮低的 我们再看回去啊 这里哦 那在这里我们要怎样去 那你先看这个 还没看这个 我没想到跌到这么够力 我那边 看一看来之后 哇跌到这么多 我们又看到那个 那个 你看看这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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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讲的话 可以拨一下了这个这个是投机性是蛮重的 然后机会 不是没有 但是这个我会说是以技术分析的一面来进场了基本分析基本上是 不大好啊他或许会好像一个另外一个马行这样的OK 今天的走势我都没有想到还是跌到这么够力了哇 真的有留意的话我真的会去烧我775 775 0.085 0.85减掉点775 0.75 哇妈的都整10%哦这样来操作 可以讲是差不多是到底部 我这个 玩不过很 很复杂一下 一来 他们的成本是零 分析已经是有赚的 我们要照这样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赚到哈 虽然还有政府赞助也是没有用 那你就是那你公司 OK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了这个各国分析我们就讲 以基本分析来别先看他的东西 OK然后再看一下他的股价方面 他股价有多低这里跌到蛮够力了70多巴仙 然后还有没有好转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他有没有一个字就是 转亏为盈 那出现这个字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可以 啊 投击一下了要记得这些 股 风险是蛮够力的你不会下车你就不要紧了因为这种 是 给 短期的 短期操作做的功课是蛮多一下的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哦还没有 在此之前哦 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了解我的 6月的课程了 也就是在6月26号的时候是 OK这个是他的链接 按这个链接的时候还会 带你来到这里 OK这里我要跟你讲了 目前的局势越来越变化无穷了 但是赚钱机会还是有的 OK 在这边我就跟你讲 在地点方面是 这个链接南门那边OK 这里一个人目前是 啊你的投资费用只是288 然后除了矿泉水之外是还会送送的一个啊温馨的那个礼物啊OK在这边 所以你到回来这里会有哪总共拿到 三样东西 OK你给这个费用你会拿到三样东西 OK 已经是不在 现已两两样东西 那个东西就我们就看一下 OK 当然这里付费方面也是有银行转账或者是信用卡 OK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都会接受了 OK如果你是 啊 你还需要 学习更多话当然就是就是你来报名我的入门课或者是你直接可以看啊 参与我的那个整个课程 你看一下我都不单单只是 啊股市方面里 我还会用那个 Excel方面怎样去 方便一下 然后我也是制作蛮多工具一下 如果你要问我相关于那些 Excel的东西的话是如果你是我学生我肯定会很乐意分享给你的 为这些我都有整啊 至少7年 7年7年的 经验 在制作在Excel方面所以是比一般人比较好啊 OK 然后很多人用到 不大 专业的 我的是蛮专一小 记得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连接 这个连接就是 去刚才我所说的那边的那个 啊我的Facebook网站那边那个是公开的 所以那边有兴趣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报名 如果没有兴趣也不用紧 你 要继续这样观察我的 视频的话 那么你就继续 啊 就subscribe我的视频吧 或许以后我就不会再 上传 这样 像这样 公开这样上传去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